嗨,欢迎来到简秘宝旅行,我是甲阿瓜,我是Jenny 我们今天要去巴生吃美食了 早吃到晚,从早吃到,狂吃 早餐午餐茶点到晚餐再巴生 有什么好选择可以吃 吃到肚子爆掉 耶,我们来到了第一站 这是来吃早餐的中国酒店 来吧 我感觉好像走过去 是耶 哇,好多人啊 早上六点多就开了 六点多就可以来这一次 阿娘,阿哥,阿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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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饭粪粿 这饭粿吗? 这饭粿 这饭粿的饭粿 哦,饭粿粿 这饭粿粿的饭粿 这饭粿粿的饭粿 哦,好多 哦,好多 据说,这里的咖啡跟它的面包很好吃 然后,又来测试了 我来测试了 这时候,大厨粿的饭粿粿 我来测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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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饭粿粿的饭粿的饭粿 上面有放一层粿粿 是比较 咸的粿粿 所以测试了 那口感比较不同 有些不一样哦 跟我们先吃了 香它的味道 虽然价格是 有点偏高啦 可是蛮真的 很开心 哇,好喝哦 不会讲 这个给达人讲 来,带达人 上次我放那个 乌铃粿粿的感觉 什么? 乌铃粿 蛤? 乌铃粿粿 不知道叫我 一点甜甜的 那一小味 比不通的咖啡好喝 咖啡版的面包 我们推荐大家吃那个 咖啡 咖啡真的是要喝 那咖啡真的是好 中国咖啡店 我们就是吃早餐 早上6点多就开到 下午3点 82年历史的咖啡店 算是Klang的老字号啦 可能是要排队 不过也是很快就好了啦 你觉得来Klang的话 可以来那边吃看看早餐啦 现在期下一站 拜拜 拜拜 下一站叫做猫山糕 不要讲一点哦 那你要吃肥是瘦酱咯 再来是香港鱼 鱼长肉 一点点肥肉不多 五花肉是很肥的 我现在等几个人听到什么 通常人家会叫什么 看他要喜欢吃什么哦 觉得要吃肥要吃瘦 你们会吃吗 那会吃不要肉 每次来的时候还好吃 不用什么牌子 这我们过来 超多人 又是大锅 另外又是猪斩肉 大锅 大锅就是浓稠浓稠 根本就是满满的肉香的味道 肥肉已经有细了 然后又在糖浸进去了 所以吃的时候很汁 它肥肉是那种鲜嫩 锅子要咬下去 有一种入口计划的那种感觉 是吗 肥肉好吃吗 那口感啊 好吃过出处 不过你怕肥的话就不要吃了 可以吗 够吃吗 够吃 够吃 加汤要给钱了吗 不要 不要给钱了 刚刚我们叫的是有大锅跟猪掌 那个好吃 那边那个 那个鲜嫩脖子 自己的那个脚 哇 这个是 没有大锅的厚本来的 很好 如果你是第一次去那边吃 你不懂他讲叫 会很耐心的跟你解释 全部人都知道 发生出名的就是巴骨铁 很多家品牌的 各有所爱啦 不一定我们吃的时候就要吃了 我们下次还有吃其他的巴骨铁 再来分享哦 对对对 你们也可以告诉我们 你们喜欢吃哪一间 第三站 小时的味道 瑶瑶冰跟炸鸡 在我们的正对面咯 一碗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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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鸡鸡是一杯两块半 鸡鸡鸡 还有杀鸡 这里的鸡鸡鸡有四个口味 红豆奶鸡 西瓜跟酸梅 现在它的鸡鸡鸡 现在它的鸡鸡还有异利的酸梅在上面 实际上就是它的炸鸡 好吃 好吃过KFC啊 Zoompa这个好吃过KFC 等你被KFC输了 真好吃 它会挤出一口的皮 它的皮很好吃 买一个好像有点不够哦 挤出一口吃下去KFC有速射调节 这不是我这样 我怕 它炸鸡真的好吃 这个炸鸡配一个瑶瑶冰 完美 完美 够了够了我要吃了 哎 看什么 还想吃啊 有人在冲冻 你再买多一只 我吃了第四个 八神美食是 银香客家排骨饭店 现在是2点18分 所以 这边的人潮会比较少一点 如果这边正常时段的话哦 12点午餐这边应该是爆满 很难找位耶 这么小啊 不过这个分量刚刚好 但是他讲说店家规见 所以我们就特地叫一个来试试看 咖喱 吃起来 抽辛咖喱 哇的味道有点棒 沙丁酱的味道 我是吃了点沙丁味 虽然是很重口味啊 我这种喜欢重口味的 但是很硬 这很好吃 羊肉 烹得够嫩 羊肉也不会讲很重 一句时候放我一点 下台 台股的外皮是脆的 里面的肉是嫩的 口感很棒 感觉有点像蜜汁叉烧 炸肉圆像那种脆脆软口 然后刚刚弄出来了 酥酥 炸肉圆必点 真的很脆 又烧烧又脆脆的 真的很脆 超好吃的 我们的这个排骨 就到这里了 下一个熟见 OK 我们吃完了 哇这个真的是好料 压了 很有胃口啊 你吃来会一口再一口 那你吃的真的很好吃 没有骗你 你如果你是中口味的粉丝的话 这里是肯定一定要来 它是有点鲜甜鲜甜 是很安抹的胃口 它的味道就是有层次感 就是很有层次感 最喜欢的是它那个炸 炸粥圆 炸粥圆 哇那个味蕾上的爆发 那个外皮又够脆 然后里面又多脂 味道又 那个真的是很爽 OK 现在还剩下最后一张 不管是外地来还是本地 都很熟悉的一间餐馆 Boston La La Let's Go 我们来了Boston La La 我们开店嘛 就这样多人了 还好那边到五人了 至少已经有人了 因为我们现在真的是太太太饱 吃不下了 所以我们只叫一份它的招牌 是拿那个啦啦的车 那个桃哦 不怎样弄了 你懂怎样弄的话就给你做厨师了 这个辣辣的肉丝 那种味道很鲜甜 就是那种满口的是辣辣 然后蒜米 然后还有酱的味道 它烫的是一瓶 太好喝了 Boston La La Let's Go 太好吃了 大家来巴僧一定要来吃 我们是在它一开店就来啦 所以人会比较少 如果是在五六点完成时间 你可能是要等一个两三个小时 应该是跑不掉 其实它还有卖多其他的菜肴 全部都是这种不错吃的 这边是吃晚餐的很好一个选择 只是要新准备要等很久就对了 这样来吗巴僧 要这样来 真的太多好吃了 今天的影片就告一段落啦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要记得按赞分享和订阅 我们就下一期影片见 拜拜 它排骨 很好吃 吃穷了是吗 吃穷起步 吃